中市的太平区太平一街一户铁皮雾名宅 昨天晚间发生火警 一名富人发现住家起火冒烟 随即逃出了火场来报警处理 而这火事烧得非常的迅速 而且波及到隔壁的住宅 消防队赶到现场时火事已经前面燃烧了 整栋二楼层高的铁皮住宅陷入了火海 由于现场风势比较大 延烧到一旁的宫廟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灌旧火事 终于获得控制之后铺灭 初步清查火场并没有人员受伤 而警销表示可能是因为电线老旧引发电线走火 详细状况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理解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